我为一切人救成为一切 为使所有人得救 我所信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赦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平安 圣父平安 今天我们纪念圣言会的一位圣人 圣福若瑟 他在1875年 那一年是我们圣言会 刚开始在9月8号 成立 他三年之后 1878年 他就加入了我们圣言会 隔一年 他就被派遣 与另外一个神父被派遣到中国 他先到香港 在香港的有一个岛在那边服务 后来就到中国在中国的山东传教 我们祈求在天上的这位圣人为我们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通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赏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圣福若瑟在圣神干燥下 正向中华民族传播福音 求你因圣人的转求 使万民真正认识救主基督 并能忠心地追随他 他和你及圣神是为一天主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图 至罗马人书 弟兄们 愿那次希望的天主 因着你们的信心 使我们充满各种喜乐和平安 也使你们借着圣神的能力 赋予希望 我个人深信 你们是充满善意 具备各种知识 也能彼此劝勉 我给你们写信 有些地方未免大胆 这只是想提醒你们这件事 天主赐给了我恩宠 使我为外邦人成了耶稣基督的使者 天主福音的司祭 使外邦人经圣神的圣化 成为蒙越纳的祭品 所以 在侍奉天主的事上 我可以在耶稣基督内夸口 别的事 我不敢提 只说 基督借着我 以言语 以行动 借着奇迹和意识的大能 以及天主圣神的大能 所做的事 使外邦人归顺 我并且立志 在还没有认识基督的地方 传播福音 免得建筑在别人的基础上 经上记载 那些关于他 一无所闻的人 必要看见 那些没有听见过他的人 必要明了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大地四级的人 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大地四级的人 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上主行了奇事 你们要高唱新歌 他的右手和圣地 为他赢得了胜利 大地四级的人 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上主宣布了他的救恩 将他的正义显示给万民 他没有忘记他的仁慈 和对以色列的信实 大地四级的人 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大地四级的人 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普世大地 请向上主欢呼 允诗赞颂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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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 救恩 上主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 向俘虏宣告释放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主另外选出了 七十二个人 派遣他们两个 两个的 在他之前 先到他自己将要去的 各层各地去 耶稣对他们说 专家多而工人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将专家的主人 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专家 你们去吧 我派遣你们如同把羔羊送入狼群 你们不要带钱狼 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带鞋 在路上也不要问候人 无论进了哪一家 先说愿这一家平安 如果那里有喜爱和平的人 你们所求的平安 就要领到他身上 不然人归于你们 你们要住在那一家 吃喝 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 你当得到工资 你们不可从这一家 搬到那一家 无论进了哪一座城 如果有人欢迎你们 给你们预备什么 就吃什么 要一日沉重的病人 并给他们说 天主的国 已经领进你们了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全部平安 前天在我学长 在印尼神学院的学长的脸书 看到他拍照 他有跟他的同学拍照 放在他的FB上面 那这个同学呢 现在是在非洲工作 以后他就说 他问了他这个同学 说你在非洲工作了这么久 你什么时候要回来 要回印尼 但他的同学就回答他说 在我们印尼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传教士 他们来到印尼 也死在印尼 我们被派遣到传教地区 我们也应该学习他们 我们也可以死在传教地区 以后我看到了 以后呢 下面我说 我也回 我说现在的我们传教士 大概大部分的 就是有相同的一个想法 我每次回家 我家人就问 神父你什么时候要回印尼 在印尼工作 那我回答他们 一样 我就重复同样的一句话 我的坟墓在台湾已经准备好了 那这个的说法是因为我们 我们会是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圣人 今天我们所纪念的圣弗洛舍 圣弗洛舍 他被派遣到中国 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是一个 一个 外国人 到了中国 就看到有一些些的 那个比较难的摄影 但是慢慢慢慢的 他就爱上了这个民族 爱上了这个地方 他甚至他说了 他说他是中国人 他是中国人 他还说他愿意再死一千次 为了中国人 愿意再死 为了中国人再死一千次 以后他就说 我也渴望在天堂 我还是中国人 那他是身为中国人 到最后他死的时候 他被埋葬在山东 但是在1949年 文化革命的时候 有人就来了 把我们圣言会的坟墓 挖出来 以后他看到他的坟墓 挖出来 发现弗洛舍的尸体 都还是很安好的 他是在1909年死亡 在1949年的时候 被他的坟墓被挖出来 所以大概有多少年 40年 40年之久 他的尸体没有腐烂 他们一看到了 他的尸体是这样的 用油杀在他身上 以后他把他的尸体 扫掉 到现在我们就找不到 有什么 我们就圣毒 有他的骨头 什么做他的圣毒 我们找不到这圣毒 因为他身体 已经跟中国的地 中国的土地 融合在一起 他真的是永远成为中国人 那他也去传教的 他说 我们要去传教 我们当然是用语言去传教 但是用中文去传教 是非常非常的难 但是他说了 有一个语言 人人都会懂 有一个语言 人人都会懂 第一次见面 也没关系 你可以用这样的语言 跟他沟通 这个语言就是爱 爱的语言 每一个人都会懂 所以他到中国大陆 开始的是在山东 但是慢慢的 本来就他们两个人 安子泰 他跟安子泰 安子泰后来就成为主教 那他自己后来就成为 我们中华省的第一位会长 他当会长 本来就他们两个人 但是慢慢的 这个团体 我们圣言会在中国大陆 就慢慢的 就成为一个大的一个团体 他接纳当地的圣言会 当地的中国人加入我们的圣言会 他们的传教 慢慢的从山东往北 到北京 北京还往北 继续 到南州 甚至到乌鲁木槿 他们这样的去传教 在短短的时间 他们传教的精神是非常非常的大 以后人 灵犀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这个就是圣人 他所带领的 那我们看到的 如果他完全是依靠他自己的能力 我们想他应该做不到 天主应该与他同在 他虽然是在传教的工作 非常的有成绩 但是他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的痛苦 痛苦是面对那时候有一些的 被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是被排斥了 他也受到了这样的痛苦 也他自己身上的有一些的病痛 他认同继续带领我们的会士 在中国大陆传教 我想他这样的精神 我们现在我们是希望他的精神 可以落到我们会士的某某人的身上 也可以推动我们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可以有这样的精神 可以感化更多的人来认识天主 我们求在天上的这位中国人 佛罗舍 圣佛罗舍 继续为我们在这个中华大地区祈祷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圣从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为卷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众生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宣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宣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十千的安慰者圣神 亲住于我们 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保护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我们的宽恕别人一样 但有诸避我同心 以他我们有平安心了 无故 无时一条一路 无故 无时一条一路 但耶稣奔我同行 光照我的旅途 来付我身上的意中谈